下面我們要看一個動畫 這個動畫來給你顯示 我們的最大近摩擦力 會跟接觸面積 無關 沒有 它會跟接觸面性質有關 會跟正向力大小有關 我們不要這麼光滑 我們普通光滑就好 這樣子 然後東西呢是50克重 我開始用力 用力 不會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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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時候 施力就等於近摩擦力 終於會動了 最大近摩擦力10多 11 12 算11好了 所以11它就會動了 最大近摩擦力 11 11克重 這個是這麼光滑的時候 我把它變粗糙一點 粗糙 然後再繼續用力 用力用力用力 不動不動不動 這時候 施力就等於近摩擦力 已經超過剛才的最大近摩擦 它還是沒有動 因為它現在比較粗糙 最大近摩擦力比較大 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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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終於動了 五十多 五十多 這時候五十一五十二好了 五十多這時候 最大近摩擦力就是五十幾 所以這要做跟接觸面性質有關 國中生很少處理 國中生很少處理 用高度會有個Mu 會有一個摩擦系數 要處理這個事情 我們國中生基本上沒有 好我們回到剛才的 好差不多這麼光滑好了 這麼光滑 然後五十克重 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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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差不多快二十的時候 快二十的時候會動了 最大一半差不多二十 OK 這是五十克重的時候 那現在把它變成七十克重 七十克重 一樣的光滑程度 接觸面性質一樣 然後開始用力用力用力 不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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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已經二十了 這七十跟剛剛一樣嗎 我剛剛有看錯嗎 好五十跟七十怎麼會一樣呢 好五十二十不到 好我知道 因為太光滑了 差別比較小 差別比較小 如果讓它粗糙一點 差別會比較大一點 好五十 多少 三十四十 好四十快到五十不到五十 好 好 來繼續 這很明顯呢 好到了六十幾 這要告訴你什麼 正向力越大 最大基本畫力會越大 最大基本畫力跟正向力成正比 這個 所以這個就是用動畫給你顯示 我們剛才教過你的那兩件事情 OK 一 跟接觸面性質有關 二 跟正向力大小有關 我們教你的叫做跟正向力大小成正比 正向力大部分的題目都是重量 但它不一定是重量 Keyword的是它是垂直接觸面的力 這句話以後還會再出現一次 這句話垂直接觸面這句話還會再出現一次 請你能夠理解 OK 就是用動畫跟各位表達一下 我們的最大近摩擦力